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的10月5日星期六,北美时间的早晨,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的VALS节目 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讲一下过去三天特朗普总统弹劾事情的进展 可以说过去的这一周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和变数 特别是我们可能会比较关注的是,就在两三天以前 特朗普是主动提出了不光想要乌克兰政府来帮助他调查这个拜登家族的事情 而且他是主动提出了想要中国也帮助他一起来调查拜登家族的事情 大家知道这个拜登是奥巴马十七八年的副总统,现在正在竞选总统 他现在也一直是民主党初选内最领先的人,支持率有30%多 但是呢,他的这个优势是慢慢的有一点溯水 另外一个第二名的人呢,是有很上升的势头,就是女参议员Elizabeth Warren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特朗普对这两个人是非常关注的 特别是对于拜登非常关注 因为拜登毕竟是民调里面能够击败特朗普的民主党内的最佳的人选 所以特朗普也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找到这个拜登的黑材料 最近呢,他打的一个主意就是盯上了拜登的儿子Hunter Biden 因为这个Hunter Biden他曾经在乌克兰的一个大的国有天然气公司里面董事会任职 据说是每个月的月薪就有5万美元 有人怀疑奥巴马政府是派这个拜登去跟乌克兰当时的新任总统 也就是说上一任的乌克兰总统去协调的时候 带上他的儿子 并且有可能乌克兰政府看着是拜登儿子面子上 所以给了他一个这么好的职位来进行了一些利益交换 同时呢,拜登的儿子也有可能是中国政府 看在拜登的这个特殊的身份上给了他儿子一些优惠 但是这些都是传言到现在为止呢 还没有非常明确的证据 所以一切还都不明朗 之前的媒体也不是很想抱这个拜登的这些比较有争议的事件 但是呢,这一次特朗普有可能也是按照阴谋论者的说法 是故意自曝自己给这个乌克兰总统打电话施压 哪怕是冒着弹劾的风险 也想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到拜登身上 这个是10月3号的时候 特朗普接受记者访问 然后有记者就是问他 想要乌克兰总统具体对这个拜登家族怎么做 这个时候呢,特朗普也是非常令人意料的 不但说了要求乌克兰调查拜登家族的事情 而且也是突然提到了中国 这个记者就是说 你跟这个杰兰斯基打电话 就是说7月份那个电话之后 你到底想要乌克兰总统怎么做 具体怎么做 他说应该对这个拜登家族进行调查 但是中间你听他说by the way 就是顺便说一下 这个时候他就突然话锋一转提到中国了 也是让所有的媒体非常吃惊 他说中国也应该对拜登家族的事情进行调查 因为你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就跟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一样差 所以他说的这个时候呢 因为中间有一个停顿 所以也是被这个很多美国当天的这个脱口秀节目 来反复播放 就是说显得他非常蠢 显得总统很蠢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停顿 上面呢就是这个特朗普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主动提到中国的视频 也是非常令媒体哗然 因为没有想到他竟然不止给这个乌克兰这个小国家来施压 而且就此呢 也跟中国施压 给这个习近平施压 因为毕竟现在中美贸易谈判也是到了一个比较僵持的阶段 媒体也是说 想尽可能的中美是在10月份达成一个临时的协议 特朗普这个时候给中国施压 其实也是给中美的贸易谈判提供了更多的变数 在两三天以前 美国媒体最早爆出来 特朗普不仅仅跟乌克兰总统在7月份的时候 有一个涉嫌跟这个外国政府施加压力 来为自己国内政治选举牟利的这个争议的电话新闻之后呢 也是爆出了同样的在6月18日的时候 特朗普也是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电话中 也有一个类似的内容 当时最早爆出来这个新闻的呢 是CNN CNN这两天呢 每天都会提到特朗普6月份给中国打这个电话 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 6月18号的时候 特朗普跟习近平打电话 特朗普呢 他是主动提起了这个拜登的选情 而且呢 也提起来了Elizabeth Warren的选情 因为Elizabeth Warren他的民调在过去几个月中上升的比较快 是所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中上升最快的 这个呢 特朗普8月 特朗普6月18号的时候就已经看出了这个迹象 事实的发展呢 也是跟这个预测是一致的 6月底第一次总统辩论 然后7月底第二次总统辩论 9月份又进行了第三次总统辩论 在这三次总统辩论中呢 Elizabeth Warren 他的表现基本上都是最稳健的 因为他毕竟是哈佛大学的教授 所以口才是非常好 他的民调呢 也是比较稳定的上升 所以6月18号的时候 特朗普就提起了拜登和Warren跟习近平 在电话里面 其实主要谈的是中美关系 特别是中美贸易战的 但是特朗普呢 也是非常吃惊的主动提起了国内竞选的行情 提起了这两个民主党的领先者 并且呢 他第一次的跟这个习近平说 说想希望习近平呢 能够跟他达成一个这个利益的交换 就是能够调查拜登家族 同时呢 特朗普也承诺会继续在香港示威的问题上保持沉默 之后呢 也是事实的发展证明了 确实特朗普在直到8月初之前 一直是被问到香港问题 都是表现的非常低调 认为呢这是一个right 是一个暴乱 跟中国对香港示威的定性也是一样的 而且直接的说 香港问题是中国内部的问题 这个应该是中国跟香港之间讨论的 而并不是说外界的人可以来做决定的 所以当CNN爆出这个新闻之后呢 也是有很多人进行了回应 Elizabeth Warren也是就在自己的这个推特上 发了一段话 Elizabeth Warren的推特写道 Trump can't say what he wants about me but it's outrageous that any president would sell out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behind the closed doors 他说特朗普想说我什么都可以 但是令人非常愤怒的是 任何的总统他都会把香港人民出卖了 在这个关着门的情况 The public must say the transcript of Trump's call with she and we need a leader who will stand up for all values Elizabeth Warren是公开的要求 Trump跟习平的谈话 这个transcript也应该透露给公众 Elizabeth Warren她说的也是非常有技巧的 她并不是说自己有什么抱怨 而是替这个香港示威游行的人进行抱怨 而且更强的一招呢 她是给这个特朗普施加压力 所以说前一段你把跟乌克兰总统7月份的电话记录公开出来 同样的呢 你应该把6月份跟习近平的公开记录 电话记录也是发出来 这个就比较tricky了 因为乌克兰它毕竟是一个小国 是需要受到这个美国的保护 来防止这个俄国对它进行侵略或施压的 它没有多大的选择 但是中国一个这么大的国家 你怎么可能让习近平同意把这个 跟特朗普的一个两国元首的通话的完整记录 透露给公众呢 所以后面呢 Elizabeth Warren当时也是重新引用了另外一个推特 就是关于香港的这个推特 停止射杀我们的孩子 然后Don't shoot our kids 这些香港人呢 他们是在香港抗议 特别是10月1号国庆那一天呢 因为香港的警察是第一次用实弹射击了示威者 这个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已经看到当时视频了 因为这个18岁的这个示威者 当时也是非常激动的 非常近纪律的拿这个钢管袭击警员 所以警员也是被迫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 对这个暴徒打中了左胸 没有致命危险 基本上是接近这个心脏和左肩之间的部分 然后这个18岁的重担的人呢 也是被送到了医院 现在呢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了 关于特朗普主动提及了 想让中国也帮忙调查拜登家族的事情 这样对于中美关系 对于美国国内的选情和政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新闻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解读 其中呢 有的新闻就觉得 这个时候特朗普主动提出 希望中国帮忙来调查拜登家族的事情 从而使得自己国内竞选 受益 其实呢 是给了中国一个很大的忙 因为这样的话会使得中国呢 有可能利用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把柄 或者说一个谈判的筹码 对接下来的中美贸易战的谈判来利用 这个是有可能的 虽然即使中美两国政府达成这样一个默契的协议 两国也都不会公开的 特别是中国肯定不可能公开 但是呢 中国也有可能就是牺牲掉拜登的选情 来提供一些材料给特朗普 所以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 关于公布特朗普和习近平的电话谈话内容 这个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毕竟中国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国 而且大家也知道中共特别是比较要面子的在国际形象上 你如果把这个习近平的这些谈话和特朗普的全都公开了 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 万一两个首脑提到了一些比较敏感的内容都被公开的话 可能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啊 也会有一定的损害 所以中国肯定是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的 当时呢 白宫公开了特朗普跟乌克兰总统杰兰斯基的谈话记录之后呢 乌克兰总统也是回馈到 他说我没有想到公开的内容是我们两个人双方的谈话内容 他当时以为是仅仅公开特朗普谈话内容 但是两个全都公开了 所以如果公开特朗普和习近平 特别是习近平说的话的内容 可能会非常令中国担忧 我并不觉得这件事情会发生 这个只是呢 民主党以这件事情为把柄 向特朗普施压的一个手段 今天我就先给大家说这些嘛 主要就是给大家汇报一下 过去一周关于特朗普谈话的一个最新的进展 一个比较亮点的就是 媒体公开了六月份的时候 特朗普跟习近平的谈话中 也涉及希望中国跟他合作调查拜登家族事情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